金價頻頻上漲 在突破每盎司2560美元關卡之後 今天一度來到了2568美元 再度創下新高 聯準會降息的利多因素 加上年底黃金消費旺季即將到來 專家持續看好後事 而銀樓業者也透露了金價的漲勢 使得最近購買黃金的顧客持續增加 可愛的金豆豆是許多黃金新手的入門選擇 從年初到現在 價格已經漲了超過25% 不斷上揚的金價 讓銀樓買氣增加 當你看漲的時候 你一定就是吸收你身上的股票 同樣的道理嘛 就是如果當金價漲的時候 買的人就會增加 因為我看好金價會到2700 所以它還有漲幅 它還有空間 所以買的人最近還真的比較多一點 目前銀樓一錢的黃金回收買價落在9600元台幣附近 賣出價格已經破萬 國際金價也頻頻創高 在近期突破2560美元之後 13日持續漲勢 創下歷史新高 聯準會降息在即 更有利後市發展 現在呢 通膨已經結束了 變成聯準要降息了 降息也是有利於金價 就變成保值 所以它漲的原因不太一樣 所以它還是往上去做一個突破 美元指數應該是會繼續往下降 那美元指數一降來講的話 當然對黃金的一個走勢 它就是一個透過保值這樣的概念 所以這個資金還是會去做流入 從年底消費旺季來臨的話 接續到明年的2月份嘛 就是傳統 對於基本面金市 是比較需求旺盛的一個時候 那當然這一塊也會有一些拉伸的效果 不過專家認為金價的波動越來越大 建議投資人等待價格拉回五日線 再逢低城街 保守布局避免追高 記者有連張明華台北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